Joseph Bauman Reviewer. Zánh 很高兴地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工作 我做显示 中 س rolkill 也差不多做了近30年了 但我对显示 还是非常的喜爱 然后虽然 虽然听了刚才前三个讲者讲的 我觉得比如说 香港是我的题目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我有信心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位 手里都在用我讲这个东西 而且每天还要用好久 要捧在手里把玩 所以我也很有信心 因为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东西 那么首先就是说 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就是说什么叫信息显示技术 不好意思啊 可能没看到我的手 那么信息显示技术的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的话 它大体是把信息 以可视化的方式来展现 这么一种器件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那么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比喻 大家可以看 我们要熟悉的一些技术 大体上对我们产业的重要性 或者是对我们社会的重要性 可以以人来做比喻 那么显示的话可以认为是我们的人的脸面 集成电路啊 或者说更贴既的可能是CPU啊 GPU的东西 可以说我们大的 软件的话就好比我们的血液 那通讯的话是我们的神经 其实这个是蛮贴切的 那么显示产业 或者是电子显示产业 作为那个信息产业重要组成部分 是那个贯穿那个信息产业 从原件到组件到整机 电条的重要桥梁 可像是我们这个显示器件 我们今天要介绍显示技术 就是我们这个组件的部分 另外形象就说 这个有点有点那个非技术了 有点偏那个哲学社会学 或者心理学了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显示 我们今天要讲的显示技术 或者显示器件 跟我们的视觉 跟我们人类的视觉 以及跟我们人类 作为社会的生活 就是重要的什么的媒体啊 它是一个很强的互动关系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说我们那个 我们视觉 我们要我们的 我们人类视觉 我们通过显示 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的那个不断变化的内容 在那个显示器上展现的话 那这就是媒体 非常大家再深入想想 还有更丰富的那个 这种互动啊 我就不再展开了 那什么叫 什么是理想的嫌弃的 这个其实 这个是 有一位作者总结的 我很喜欢 我很多次讲 我都那个什么 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给大家讲 这个很形象 就像让你感觉啊 你是透过窗户 欣赏窗外 窗边和窗内的景物 其实这是三种不同的显示 但是这个很形象 这是符合自然的一种 符合自然视觉的一种 理想的显示器的形式 三种形式 大家可以记一下 然后仔细去想 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 这个就过下就好了 这个确实是 因为这个心情嫌弃 非常重要 无数人做了无数的工作 可以说是以擦天大树 也可以说是 已经是万物成零了 我这么多嫌弃 当然是说是 生存下来 被大家广泛使用的 并不多了 这就回到 这是为了解释的课题了 为什么说 这个显示技术 是从庞然大物 到融远随形 那就是这种庞然大物 我们看到不到80年前 这个电视 就像一件家具 实际上我们看看 显示在哪儿呢 只是小的白色的方框而已 非常小 9英寸 但是你已经世界上 最大的显示器了 那么现在 这个现阶段 大家都做一些 就是现状是什么呢 大家 在做一些什么努力呢 在那个 这个 显示这个领域 一个是更好的像素 那什么叫更好像素 那颜色 更好 更漂亮 然后对比度更大 然后分辨率也更好 其实就是我们去买手机 买电脑 买电视 一些出销 介绍这些东西 那么从那个外观方面 也越来越漂亮 那漂亮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说 现在人家要纤细的身材 显示器一样的 要更薄 然后将来会变得 会柔性的 同时的话 现在嫌弃 还是太贵了 比如说太贵了 刚才 刚才有讲的说 70寸 7000块钱 觉得挺便宜的 那70寸 为什么不责700块钱呢 对不对 那也许就是说 我们把印刷的那种方式 来生产电视的话 那就可以做到 它就真的 只卖700块钱 这个也就 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现在就说是 我们看到现状 有很多的电视 已经在采用亮点的对光 然后Sony的话 Sony最新的 发表电视的话 已经有了 所谓的HDR 这个效果非常好了 价格也非常贵 那这是下火的 有84寸的 8K的显示屏 所谓8K的话 就是它的分辨率是 水平放下有8000的像素 那垂直放下 有4000的像素 那其实像我们国家的 金融方 也能够做同样的 同样的东西 它尺寸可以达到98寸 那么三星的话 它曾经展示了一个可弯曲的 105寸的电视 那这个又不是说是我们现在 至少在到这个区面的 它是两个状态 遥控器的话 我可以让它是平的 遥控器它变成平的 我再让遥控器 可以变成弯的 可以从弯曲的状态和 水平状态 完全平状态 切换的这么一个电视 也是蛮有意思的 那么下面就到了 就是说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了 就是说我们未来的 信息简介会是什么样子 那么我们已经从 过去的50年 我们已经从 动态和彩色时代 就是我们的CRT 投影这么笨重的产品 到了我们目前所在的 平板电视时代 那么我们就像液晶 等粒子 像有机的电视发光的产品 见过的 这个市场都还有 PDP已经逐渐消失了 那么下一个 20年是什么呢 那我们的观点是 它会是一个高真实度的 和个性化的时代 那到底什么是高真实度 个性化 我们后面会解释 那首先的话 这个显示啊 可能会融合人类的五感 所谓的五感的话 就是眼耳鼻舌声的 显示的话会尝味道 会闻戏味 会有触觉 当然会有 也会听觉 会识别人说话 那么这个是稍微展开一下 所谓的高真实啊 交流互动啊 个性化到底什么意思 那所谓的高真实啊 就是我是真三维的 就像我们那个 就像那个 第一行的那个中间 第一片的中间这个图片展示 我会感觉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海虫啊 重新跳出来 另外的话 我的触摸输入 也是感觉会非常的真实 会有那个 会有那个平滑的感觉啊 也会有粗糙的感觉啊 另外他会 他会真的会有 我的显示会有 真的会有 嗅觉和味觉啊 交流互动的话 就是我们会 我们会 即时的 就在这个现场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这个演讲会 我们需要大家到场 那将来的话 我们 我们有个下一代的 新鲜出的话 我们不需要到场 我们同时 我们一样能够实现 这么今天的演讲会的 让大家有完全到现场的感觉 这就是所谓交流互动 如果个性化的话 就是完全给你自己需要 我显示不一定是方的 我各种形状 甚至各种体验的形状 同时的话 就是说 也会有那个 极低功耗的这种产品 出现 就是说基本上不用电 或者用很少的电 那么所谓高生日度的话 这个我也 我也 因为刚才讲 基本上就是 我们需要更多的 那个 更多的传感器 我们有非常那个 非常精细度的 我们一个像素 我们大概只有一微米 甚至几微米 那远远 远远 比现在的 我们的那个像素的 要小 十倍到一百倍 这样的 这样的器件出现 同时会把 跟传感器要集成在一起 那么从交流互动方面的话 这个就跟 刚才的 讲者的观点 类似一致了 就是说我们 会主要从 那个增强线 和虚拟线 这个功能 铁台体线 那同样的话 就说 它需要一个 高精度的 空间的3D显示 需要高精度人眼 手势 那我的 人体动作的跟踪 也需要 高度的 真实的一种 触觉的 感觉的输入技术 从个性化方面的话 刚才已经稍微解释了一下 重点是 任意的形状 包括 去面的和平面的 任意形状 以其低功耗 还有容金 我们再看几个 如有随形的 未来显示的例子 首先是 增强线色显示 那么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显示的话 我们除了看到 看到它一个眼罩 然后 眼罩有图案的话 我们不觉得它 比我们平常用的 这种互不静 多了些什么 其实 显示已经在里面了 而且我们 在使用 在穿戴的话 我们不觉得任何的不便 我们会非常的舒适 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 如有随形 那么还有这个 这个是吧 这个是 文不好情子 我们就按它的样子 我们叫卷轴显示 卷轴的话 我们就可以像土画一样 像一块中国画 把它卷起来 展开以后 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显示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实现 随身的媒体 我们的电视 我们的报纸 杂志 都可以 随身的方式来呈现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说 这个全新显示的话 出到全新显示的话 不去解释名词了 这个基本上 这是我们这个信息显示的 我们的一个未来 我们的一个梦想 就是创造幻想的世界 最后 我还想说一点的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人 就说 我们在一边 我们那个脑洞大开 我们估计一下 就在我们 在我们今天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我们在用的显示器 大概是什么样的数量级 有没有知道 没有 超过一百亿 所以说的话 这个 这个真的是 显示已经 深深的渗入到 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么 就是说 可能也 有人也 可能也不清楚 就我们国家 仅仅在过去的时间当中 我们已经在 这个显示方面 我们投资了 五千亿人民币 这是比很大的投资 但是这个 就是说 我们比起 比起那个什么 比起全球的投资 可能又 这个数字又小得不得了 全球数字大概 大概是多少呢 可能已经超过了 一万亿美元 所以说的话 就是说 信息显示啊 不光是我们 我们天天在用 我们非常熟悉 也成了我们 那个什么 也成了我们 国家 我们一个社会 一个重要的 一个技术设施 同时 可以想象 随着我们那个 刚才讲到的 荣誉随行的 新的显示技术的 出现的话 真的说 显示已经成了 我们的 新的一个器官 新的感官 新的神经 我相信 它也 会给我们的 未来 带来越来越 更多的惊奇 更多的 生活的 一个幻想 美好幻想的实现 谢谢大家 这个问题